大家好,我是丹世民 第十四集,《零前台语怎么说》 这是我个人的经历跟我的著作 台语汉字学这本书这本书已经买完 在影片开始介绍之前,请帮本影片按一个赞,并订阅本频道,谢谢 本集探讨的华语名书叫做《零前》 我们本集要探讨的华语名词叫《零前》 那《零前》台语怎么说呢? 台语有好多种说法 《零前》的台语怎么说?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叫《零前》 就是以前在使用银两的时代 我们身上的碎银叫《零前》 就是零前的意思 另外有一个叫《零前》 另外有一个叫《零前》的《零前》的《零前》就是《零前》 第三个就是《零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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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零前》 例子来解释这为什么叫《零前》 比如说《零前》 《零前》就是指零前 那下面这句话我念给大家听 你辛苦的 idé という generally 规伙我 我要那锅 always 回去处理 回去处理 pressing qualquer 要统肥爸爸妈妈问了 來 我們從頭前來看 你辛苦的人家給我 辛苦的 那個A 我們法義是用德 代義是用姿 你看所有以前的用法都用姿 我們現在代義改賣後下 他都用依 那給我的佛 這個語就是給的意思 給我 給雨 給雨 給就是雨的意思 那這個雨跟下雨的雨都黏著佛 這樣你知道的嗎 我買卡電話回去家裡 我買 買我們常常有改賣 這個買就是三股所欠缺的東西 就是我所想要的 叫買 我買卡電話 敲就是打 打電話 回去家裡 抖就是回 回轉 回轉 回去 這個房子 草字頭下面一個字 這個就是我們代義的房子 以前說打草房子 打草房子就是在說這個房子 那日本有一個館廳 有一個縣城叫做磁城縣 就是用茅草的房屋所構成的縣城 叫磁城縣 處理 所以這句話我再念一遍 你辛苦的人家給我 我要卡電話回去處理 我要卡電話回去處理 你有了解嗎 再來 我們說 這個我先念一遍 我們說 買菜所存的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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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落在金檔裡面 省起來 這個買菜所存 這個存在這個地方要念存 因為它是剩餘的意思 所以這個地方要念存 存錢的存 就是存錢的存 存錢的存 認甲你攏 這個攏就是都市的都的意思 或是靠攏的靠的意思 你都把它丟在錄底 錄底底裡面是用這個錄 這個在我們手套那個手錄 用網子做的那個手套 這個錄 把它錄底 錄底就是在的意思 錄 錄底金檔 金檔的是存錢筒 金檔的存錢筒 裡面就是裡面 省起來 省要這樣寫 不是減 節減的減 那個字不念省 省 省是這裡 一個心在一個尖 省起來 這個牽就是令色的令的意思 省起來 存在這個地方 只剩餘的意思 要唸 存 你存多少錢 你如果去嫁錢 叫做存錢 叫做存錢 存錢 存多少錢 存 存款 存多少錢 就是存多少錢 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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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華語 散得 散得 台語就是知 你身屬所有的存錢 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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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屬所有的存錢 攏 攏 我要坐這裡去六甲店 那些 你身屬所有的算 算 算的 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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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算的 這 這只日文幾序賽 攏和我們 我要坐車去六甲店 因為坐車要用零錢 現在要有優先咖 就不用零錢 不用好零錢 再來,你身上的眼角都給我 我要去買一罐汽水來喝 你身上的眼角都給我 我要去買一罐汽水來喝 你知道嗎 再來,異性藍珊 只興趣缺缺,沒有興趣的意思 這個藍珊就是缺乏興趣 缺乏的意思,藍珊 為什麼用藍珊? 因為藍這個字你去康熙字典跟它查一查 它就是稀少的意思 山就是珊瑚的山 其實珊瑚的枝芽很稀疏 所以這個藍珊其實是引申為缺少的意思 因為珊瑚大概就一枝兩枝 它的分岔很少,它不會很多 所以我們說異性藍珊就是缺乏的意思 再來,就在燈火藍珊處 藍珊就是缺乏 缺乏燈火,那個地方就比較昏暗 為什麼? 燈火藍珊處那個地方比較遠 比較看起來比較暗 或者是說燈火即將要熄滅了 只在燈光昏暗的地方即缺乏燈火的地方 這個叫燈火藍珊處 再來,我們靈感常常說這句話 但是現在很少聽到 算清算萬,看到那些藍珊 你說,算清算萬,看到那些藍珊 為什麼? 假設你在銀行上班,也就是說你是好人 每天經手的錢都幾千幾萬 看到那些藍珊的根本就看不在眼裡 你知道嗎? 每天經手的錢很多,對小錢根本不屑一顧 算清算萬,看到那些藍珊 藍珊就是稀少的意思,小錢的意思 這就是隱身用法 就是藍珊,不是藍珊 就是藍珊,不是藍珊 意義要對,不是因對,而意不對 我們台語漢字形音異,藝術要對,音要對 行要對,絕對不能說音對,藝術不對 這樣就不對了 那這個藍珊,我們來看一下 康熙字典,我找康熙字典給你看 藝性藍珊的藍,藍是這個藍 這個藍,你去看 其實它關鍵,它什麼門遮,什麼藍 這個我們都不看,你去看底下 藍就是稀的意思 在廣運裡面,稀的意思 飲酒半霸 或是久藍,久藍就是稀少的稀 這個稀其實是通稀少的稀 你知道嗎?另外就是藍就是禁 對,頂要稀少了,還是頂要不去 藍就是禁的意思 這個地方都有寫 好,那我們再回到 回來這裡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這個藍珊 那個珊是珊瑚,珊瑚的枝芽很少 所以異性藍珊就是缺乏的意思 所以我們說意思要對,不是因對 而異不對 藍珊的藍珊,不是藍珊咖啡的藍珊 這個要說清楚,講明白 所以本集的教學重點,臨前台語怎麼說 你學會了嗎? 算了 人格了 藍珊咖,藍珊咖,藍珊咖 這樣你知道嗎? 幹部繼續,謝謝,多謝,老辣